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汗天啊 德国慢慢调教好方向 在这里切香腸试水温 事实上在我心目中 由默克尔转变到今天的苏尔茨 他们并不是亲共 他们是亲利益 事实上过去 默克尔在位的16年 令德国成为了整个欧洲的领头羊 华视人之一 无非就是得力于中国的市场 在2016年 中国和德国就成为了 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德国的汽车的四成的市场 就是在中共 那过去你就明白 即使全球对着中共 向他说不的时候 马克尔马上就坐飞机 见习主席习近平 到苏尔茨上台 他想重复马克尔的脚步 令到德国再次偉大 但是因为不够票 不能够独立组党 结果他要和陆党 其他人一起 这样就将整个政府的利益分摊 夹着他 令到他不得不对中共 或者说作出一些区隔 事实上你看一下德国商会 在立陶宛事件那里 他甚至叫你跪下你道歉 希望中共原谅你 你不要拖累我 这种姿态 甚至对华为也是 结果慢慢逐步逐步挑战 而真正作出改变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这里由德国发起 因为开始要做龙头老大 因为威胁整个欧洲 俄罗斯这个举动 德国不得不出头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民主国家联盟 就是说这一个国家 这一个联盟就是要由民主国家所组成 对抗极权 这个也是他重回世界舞台的其中一环 日本、德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而事实上这两个的国家 它们的高科技 它们的技术力 就是它们的强国之努 也都成为了全球的重心 在这些方面里面 但是你说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是否 匹配到他们现在的角力呢 这个其实是不平衡的 就以军费、军力来说 但是俄乎战争它改变了就是德国 德国由1%的军费 增加到2%的军费 然后开始进行全球的军演 这里预示到德国将会再次强大 强大的不单止是欧盟 是德国自身 它已经开始 我们叫什么呢 沉睡的狮子复甦 在这里再次切香腸 就是台积电 现在台湾和中共兵空战危 表面上当然我不相信 但是它有个借口 就开始出兵亚太 印太地区 刚刚好和澳洲十几个国家 做了军演之后 刚才它正式公布 就是说中国在印太地区 是有一个叫什么 侵略的意识的 在这里德国不作出一些相应的行为 就是要参加未来的印太地区军演 包括明年和澳洲 或者还太平洋军演 他都榜上有名 他说台海局势很紧张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作为世界自由民主的一员 他一定要配合和参一脚 其实这个就是德国走出去的 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当被访问的时候 蘇伊茨他说 会不会好像美国这样穿越台湾海峡 他说我们来到只不过作为一个叫做警告的意味 穿越台湾海峡 还要看时机 就是他在试水温 跟着浸沙子 他的做法 而他也都说明 未来的军演他们会精英尽出 即是不会说 哎呀像精色 你来我又来 不是 他要成为了整个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他们说明 无论是海军空军 他们会全力以赴 这个就是德国 我的年轻在台湾读书 其实他毕业了很多年了 他23岁毕业 现在他今年28岁 事实上五年前 在七年之前 应该八年之前 他刚刚在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读书 他读的就是这个社工 读了一年之后 他跟我说 喂 爸爸你觉得 我想转系 我不想读社工太辛苦 乘日没有假放 逢星期六日 就要上山下乡去农场 去一些老人院 跟着去一些孤兒院 甚至呢 掃街都遇我 他说我想享受一个 就是说正常一点的 大学生活 他问我想转系 那我问我有什么意见 那我就说一句说话 就是说 为什么你读朝阳科技大学 你读的东西竟然是社工呢 这些论论呢 没有激烈的 但是他那时候问我 我就说 如果是的话 你读日文和德文 德文 德文 我说你 就是我知道我儿子了 广东话当然流利 那普通话和国语都OK 因为呢 他还没去台湾之前 读书的时候呢 那一年呢 他为了去台湾读书做准备呢 他长期打online game 我打game 每晚呢 就专闻一些 大陆学生啊 或者在台湾的女生啊 在那儿打game 那天天都是用这个普通话交涉 那当然 他的英文叫做勉强 他可以说得通 这个我也知道 来到这儿 他就问 老爸你怎么想啊 那我说很简单 他说被失落的三十年 日本这个是一个假象 事实上 日本 这三十年里面 他们虽然 就是说 看不到他们有一个经济增长 事实上 他们的科技 是很强劲的 尤其是美国很多的太空啊 军事啊 甚至很多的标准啊 都是由日本所做的 而德国更加 你就看 欧盟 现在德国就是领头羊 当年 我说 他们必然现在战敗国 你看下去 好像 他们刺一级 但是事实上 他们的实力很厉害 只要有一天 他们调整了 就会爆发的 那当天就是我这样跟他说 接着我儿子听我说 接着就转读日文和特文 那结果 他回到香港做补责 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比赛 所以要大家支持 拜拜